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才看到的是屬於這個中型SUV 而且百萬級的SUV 是大家真的討論非常熱烈的 另外一個區塊 也就是CUV這個幾句 講到CUV 如果你要閉著眼睛推薦的話 閉著眼睛去買 大概也有一兩款 可以值得大家來推薦的 但其中有一款 就是Nissan的Cakes 我們來看一下 小鐘 如果說你的親朋好友想買車 你推薦這台給他 你覺得是不是很好的推薦 絕對是 而且不會被打槍的 絕對不會被打槍 OK Cakes才在十月初發表小改款 那當然大家眼睛看到 就是他的外觀跟內裝改變 還有很多眼睛看不到 我覺得等一下可以好好介紹給大家 我們先從眼睛看得到的 第一個當然是車頭很大的水箱護照 對 那這個從小改款之前就延續下來 但是他這個新的小改款之後 他更細 細節更多 對 細膩 他們就說Double V-Motion 對 因為他很多有鋼琴烤漆 有鍍刻 然後整個堆疊起來 你說他複雜嗎 我覺得真的不會 然後他是一個新世代 Nissan這個品牌形象的感受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頭燈 看起來這個更銳利 除此之外他全LED 我覺得這東西滿重要的 就是應該說在這個極具裡面 真的不常見到 他的近光燈遠光燈之外 連這個方向燈都是LED OK 然後他連霧燈也是LED 對 有一些車款的確是 可能霧燈還有方向燈 他是傳統的光源 對 那你說為什麼這樣 簡單講一定是成本 很考量 OK 而且在小鋼琴烤之前 他的霧燈是乳素之外 他還兼去的所謂的日行燈的功能 很奇怪 他原本小鋼琴烤之前 頭燈上面是有LED的小燈 有光條的 他並沒有拿來當成日行燈 反而用乳素的霧燈當成日行燈 所以那時候我原本對小鋼琴 小鋼琴烤之前的Key 就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設定 對 就是黃黃燈 白天開車就是亮暗那邊 怪怪的 怪怪的 那現在不管了 小鋼琴烤之後就是全部都LED化 這個科技感也好 或是說這個照面效果 一定都是加分很多 大大提升 對 然後這個藍色是新車色 看起來很亮 很亮眼 然後今天來現場這台車套 選配一些外觀套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車的下面 有銀色的小包圍 有個下包 對 這個運動化也好 或是整個視覺感的層次感 又一樣在往上提升一些 對 沒錯 這個滿值得選的 就是讓你的Key scan 看起來就比較運動化 比較有個性 對 與眾不同 對 旅圈 17吋 這個雙色也是小鋼琴烤之後才有的 然後我剛剛不好意思 我剛剛車頭漏講一點 有新的廠灰 一樣的在這邊也會有新的廠灰 這也是這一次Key scan 小鋼琴烤之後 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國產車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次首度導入這個 跟牧場一樣的 全新的上的廠灰 這看起來是更科技 更目前 像流行的時候 2D這種感受 更... 我覺得更好看 坦白說 我直接講白就這樣 黑底白是我覺得質感更好 對不對 對 OK 鋁圈雙色 然後上次我們聽到什麼 A7 Sportback 鋁圈很單調 你一直嫌棄他 但相對來說他好洗 OK 對 我的觀點是好洗 這個就比較難洗一點 可是帥 對 我要講 他因為雙色設計 現在也是很流行的 就看起來也是一樣 更多層次 然後更... 更宇宙不同 好 再來 黑色車頂 凸痛的設計 對 這是現在非常流行的 是...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他... 我們今天來到現場的 就是因為藍色 他又配黑車頂 那隨著不同車色搭配 他有提供深灰的車頂 還有橘色車頂 這是有這麼多豐富的變化 就是說我光車頂 就有三個可以選擇 很棒 再加上車色... 車身顏色搭配的話 總共會有14種組合 所以意思的不在以 以往是傳統 是只能黑車頂 這是非常非常多樣 我覺得是非常符合現在年輕人 虛幻有多點... 虛幻不一樣 對 然後鮮豔一點的 比方每次在路上看 就是白車 銀車 灰車 黑車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車色會影響 一個人購買的慾望 是 這個車色好看 你就覺得天啊 我就不買它 好像對不起自己 有真的有些人 因為車色的關係 然後就對這台車一見衷情 這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是上一集 我們介紹什麼 奶鈣綠的一台中華林立 我覺得超好看 像現在我的腦袋裡面 還是它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很好看 911那個打卡 也有奶鈣綠 也可以 我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啦 你上KISS 我可以買啦 好 那我們進到車內看一下 它還有其他什麼小改款的地方 與眾不同 我相信冠營應該有開過KISS 對不對 對 3D紓壓座椅 肯定大家翻的啊 對不對 買椅子送車 對 就是網友才講 椅子這太舒服了 你上應該是被沙發場 耽誤的車場 這當然是比較開玩笑話 但是這個東西做起來真的非常柔軟 之前我們有聊過 比如我們在平常日常開車的時候 碰到塞車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車室裡面 相對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沒錯 讓我們可以減輕一些 塞車上面的一些痛苦 開起來是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開心一點點 所以這東西我覺得一直以來 都是Nissan的一個強項 是的 椅子做起來 當然它是軟 但軟又保有一些 保有一些支撐性 這個非常的巧妙 然後方向盤當然這個 方向盤好看 對 這個當然我覺得跟小空盤 之前有延續下來 因為一些好的設計 它不需要去把它做改變 一直把它延續下來 D-Shape的方向盤 對 下面平底 然後它臥服設計也很飽滿 這開起來真的很有跑車的感覺 儀表的話是這個 它左邊有這個七吋的液晶 那我覺得這是很好一個設計 這也是把它保留下來 然後裡面可以做更多的 很多樣的這個行車模式 行車輔助系統的設定 操作起來是非常的方便的 然後小改款的一個最大重點就是 它的車機嗎 車機一樣 對 車機一樣就是X-Media 然後它是第三代 操作起來是非常流暢 但我要講的是它這個 電子的手煞車 現在變電子手煞車了 以前是手拉的 手拉其實沒有不好 只是電子的按起來更方便 走起來更快 你知道嗎 我很不喜歡穿那種手煞車 因為如果前一個同事是男生開 他們都拉到底你知道嗎 女生的力氣又沒那麼大 還要很用力把它搬下來 腳踩也是 男生會拼你把它踩到底 他踩快要穿過防火牆了吧 你們可以幫女生考量一下嗎 如果下一手是女生開的話 稍微注意一下好嗎 好 那因為有電子手煞車之後 它也多有Auto Hold 那在你平常等紅燈的時候 當然更輕鬆 就不用一直踩來煞車 還有一點 雖然說不是現在小改款的一個重點 但我相信應該有很多 Keyes的車主 搞不好都不知道這個功能 什麼 排檔這邊有一個小按鈕 喔 沒注意耶 是不是 你很容易忽略它對不對 對 它要幹嘛的 S模式 S檔 喔 スポール檔 因為它沒有換檔撥片嘛 如果你用那個S檔按下去的話 對 我相信應該 我一定有一些電視 很多人搞不好買上一代 都開到現在還不知道S檔 對 我覺得那個業務 沒有好好給你的教育訓練 所以上一代就有了 上一代就有了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特別 因為很容易被忽略掉 因為我覺得它在你要爬坡的時候 真的它會比較好用一點 對 對 然後呢 中控台 然後有一些縫線 包含這一次連排檔座旁邊 都有一些軟質的設計 一些白色縫線 好 那我們繼續往後再看一下 那個小鐘我想問一下 因為之前其實KX賣得真的很好 可是大家因為隨著就是 就是其他車款的推出 所以它在ADAS的部分 大家比較詬病一點點 那它現在是不是小改款之後 也有再配上了 沒錯 其實就是剛剛講 我們剛剛除了外觀內裝 有看到之外 然後其實在ADAS系統部分的話 它這一次把ICC的主動的 定速的部分定為標配 那在在行李箱空間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偉登 一樣是這一次改款的重點 這種貫穿式的設計 那當然還有新的廠徽 看起來是更新世代的感覺 沒錯 更醒目 然後另外也不要忘記 這個運動化套件 有一個銀色的後下勞流 一樣讓視覺感覺更多層次 對 更豐富 然後你有發現這個嗎 好大的尾翼 一樣是這運動化套件裡面 OK 你可以選就對了 對 沒錯 好 那行李箱部分 當然不意外的 它椅背一定有六次分離 這是大家現在都有的 對 休旅車應該要有 是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的其實 它比較下層一點點 那你放東西會比較 它的這個縱向高度的空間更好 那你不要以為它下層之後 下面就沒東西 它一樣還有置物空間 有看到 它很貼心有這個 幫你規劃一些置物格 對 所以這東西的話 我覺得在你平常日常使用的時候 比如有一些濕的東西 雨傘什麼的 你就直接丟在裡面 或是比較隱藏性的東西 比較隱密性比較高的東西的話 它就可以放在下面 沒錯 不會被外面的人看到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在 我們日常在使用CV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些小細節 因為有時候把它忽略掉的話 會造成用車上面一些困擾 不方便 那我覺得這個用車體驗 當然就比較不好 對